台北市長郝龍斌炮轟內閣改組只是微調 讓人沒有信心 行政院長江一華出席活動的時候表示 重點並不在於內閣換了多少人 而是閣員在任內替國家做多少事 而科技部將在下個月成立 外傳國科會的主委朱靖一 接掌部長的呼聲很高 但朱靖一低調不回應 下個月科技部將成立 但協是首任部長 協政院長江一華始終不松口 參加國科會主委朱靖一主持的小蘋果園計畫 記者會上還大大讚美他 那麼朱主委在我們行政院的團隊裡面 可以說一直都是我們各院裡面的制多心 他常常會看到一些 我們在忙碌的政府生活裡面 容易忽略的一些未來的可能方向 被院長誇獎朱靖一笑得開心 最近內閣改組被台北市長郝龍斌批評 只有微調 讓人信心全失 江一華記者會上也主動提到這個敏感話題 不管誰擔任了哪一個職位 也不管他擔任那個職位有多久的時間 他究竟實際上替我們的政府跟人民 做了哪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那麼朱主委所做的許多事情 不是也就證明了 我們在意的並不是哪一個位置 或者在那個位置待多久 而是我們做了多少重要的事情 我今天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今天是小蘋果園建構記者會 這個跟政府的計畫是持續的 這跟誰做沒有關係 一旦核定下去就是核定下去了 小蘋果園是朱靖一所命名 計畫才正要開始 對人士問題 朱靖一沒有正面回應 由於外界對人選還有諸多揣測 江一華也預留空間 沒有透露任何訊息 幽電TV男優生 蕭筆 台北報導